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招待它一下 我们先给它们切一个山楂糕 让它们先吃着 然后咱们慢慢的来做紫菜饭 这是一个山楂糕 咱们给它切成片状 非常美味非常开胃的一个山楂糕 然后把它切好了以后呢 给它装到盘子里 咱们把准备好的盘子 摆得漂亮一些 好 这个呢 先让它们来吃一下 让它们吃 咱们做紫菜饭需要的食材有呢 有紫菜 然后呢 胡萝卜 黄瓜和青菜 还有火腿 火腿呢 咱们需要把它切成条 然后切得跟它们一样长 然后切得跟它们一样长 好 这些食材呢 都放在一起 好 下面呢 咱们还有准备先做好的饭 把这个饭呢 里头放上芝麻 这个饭呢 需要粘一些 所以要放一些姜米 然后芝麻 要放一点盐 有咸淡味儿 下面呢 咱们就开始做紫菜煲 煲饭了 咱们要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好 把菜板先拿一边 把咱们的这个莲子呀 咱们放上一张 咱们放上一张紫菜蒜 紫菜叶 然后呢 抓一把饭 咱们放上一张紫菜叶 这个饭 这个饭是不是很黏呢 这个饭里面应该放点油 把它铺平 咱们要把饭铺平 咱们要把饭铺平 要再加一点 把饭铺平以后啊 咱们要把饭铺平以后 咱们要把饭铺平以后 胡萝卜 胡萝卜 火腿肠 喜欢吃肠呢 按照个人的口味来放 然后呢 青菜黄瓜 还有呢 青菜 好 这样呢咱们就开始来把它卷起来了 装好了以后咱们卷起来 好 好 看看我们的紫菜卷就卷好了 下面呢咱们就拿来菜板把它切开 切的时候啊 因为它很黏 所以呢上面咱们应该刷一点油 这上面抹一点油 然后呢刀上呢也得抹一点油 要不它就会很粘哦 好 下面呢咱们把这个紫菜饭呢 切开 好 看看我们的紫菜饭是不是已经做好 看看我们的紫菜饭是不是已经做好 看起来非常的美味 咱们要不要先尝一下呀 先给熊大熊二他们尝一下 哎呀特别好吃 让我也来炒一下 味道好极了 下面呢咱们就把它装到盘子里 看看我们做到今天做到美味的紫菜饭 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那这个看看 看看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学没学会呀 面包超人熊大他们说 哇很好吃我们也学会了 那今天呢就教大家做到这里 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好做的纸菜饭 好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就请订阅我们 好下次再见